AQOS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轩 出场后一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买衣服 因为当时觉得我再不买衣服 我没东西穿 出场后有和其他的人除工作外 约出去聚会吗? 有啦,我们有一次约了个密室 喝水 和大家一起训练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训练其实倒是还好 比较有趣的事情都在训练之后 就譬如一开始我们在厂里面 就玄关会拐我们比较严重 不让我们去便利店 然后当时我们就会想尽办法 怎么去便利店 就我们会离开训练的那种楼 然后假装回宿舍 可以邮寿宿舍后门出去 可是有时候会被抓到的时候 就还挺搞笑 抓到的后果是什么? 就也没有啦,就回去而已 就是跟我分享一个,你知道他们怎么抓我们吗? 因为宿舍那个楼去 它最上面是刚好是水管房间 然后需要我们房间是可以直接打开窗 然后从窗外面看到我们楼下 是去哪个方向 然后他有时候会直接在窗外面大喊 说你要去哪? 然后我们就乖乖地回去宿舍 然后在大厂里有表演一小段 我们今天到了片段 未来有没有想去演戏? 有,就是会有这个想法 如果有这个机会也可以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角色 那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 就是自己最想哪一种角色? 最想演? 在节目里面大家都会说 就是很想看一轩演一下枯心男儿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挺想挑战一些 就平时在生活中 让大家觉得我不会做到一些角色 想要反差是吗? 对,就弄得很反差 那其实讲到反差 你本人其实看上去很高了 但大家对你印象一点 就知道你是很喜欢撒娇的吗?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可以看出来的 那你现在可以撒一个娇给我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我撒娇一些事情 就是你让我去做它就 就有点,就没有那个感觉 好像大家比较喜欢看出我那种 就是不意见 我一轩突然撒了个娇 我就很想看了 就是平时自然而然的习惯 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撒了个娇 到现在我一直经历过最尴尬的时间是什么? 最尴尬 我讲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吧 然后这个是跟机场有关的 然后我最尴尬一次是 有一次就还没上节目之前 就也是有个活动 然后当时我要转机 然后前一个飞机他刚好不急了 哦不是不急 他刚好那叫什么 前一个航班延误了 导致我下一个航班就赶得非常急 然后我刚下飞机后 突然就全体的那种航班成员 就冲过来就把我抓去做那种 就是他们专门送去机场那种商务程 因为就只有我一个没上飞机 然后他们快要起飞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也是 因为在休息时就待时间比较长 然后错过了那个要上飞机的那个时间 然后他们直接就大喊说 反正就大喊我名字 就是让我上飞机 就是也蛮尴尬的 如果满在100分的话 给现在实力打多少分 其实吧 就是还有进步空间 然后同时也连接一点私信 对 为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吗 跟粉丝说 哎 最近很多话想说 我讲一些 就因为之前采访可能也有讲过 就特别走心 或者说也讲过搞笑 我就讲一下我最近的感受 然后最近看到特别特别特别多 就是粉丝有话的话 然后也看到我心得很浮 然后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我也在看 然后就觉得做的就很棒 就希望就可以快点看到它 2021年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 可以透露给大家的计划 就自己自己的计划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哪个会实现 就会有计划 可以不知道 不知道会在哪个世界 会给大家看到 就让大家期待一下之后的作品 我们来现在最高难度的动作 左手戳个脸 右手闭个眼 右眼闭个眼 我都做完了 好难 想了解更多我的资讯 请关注atbox吧 会在微博上搜索自己吗 会 觉得谁是大厂时尚王 自己吧 你觉得好有理 谁是最会撒娇的 17 关系最好的是谁 刘俊 那麽就爆料他一个小丑事 刘俊 替刘俊自己家丑事蛮多 给他自己不觉得 我爆一个就是 就所谓我觉得他挺糗 可是其实 同时也 就也让大家看到他多自律的一面 刘俊是特别手势的人 其实我一开始也是 我两次感觉整个大厂 最手势的那两个人 就到后面 就我已经受够 就他们对我们的欺骗 然后有一次 就刘俊就很早很早就起来 然后我刚好在睡觉 刚好我也起来 就可能喝水 还是上酒间来 就忘了 然后我问他说 哎你要去哪 他说哦我现在就已经 需要有拍摄 他们已经催我过去 我说好 然后过了大概 就几段时间吧 可能也一两个小时 然后我再起来的时候 看到他已经回来 我想说你不会去拍摄吗 他说现场一个人都没到 我回来睡觉 然后去这种糗事会出现他身上 那么大家在宿舍里 最爱聊的话题有哪些 我们很爱聊去哪里旅行 就你说出场了之后 就想去哪里不玩 然后结果他 他都会工作 提到像他相杀 首先会想到谁和谁 呃王家诚 真的是相杀 你和他是吗 对 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可以啊 就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急性子的人 王家诚是个特别慢 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很缓慢 那个人 就是导致有时候 就我心里就很想相杀 选择一位训练生互关一天灵魂 你会选择谁 罗伊周吧 特别是现在就是 就很想知道他现在就是都在干嘛 然后 其实昨天我没有采访 汪家诚 对我知道 他有留一个问题给你哦 他的问题是要你回答 就是说出五个关于汪家诚的优点 五点啊 五个 五个 好难啊 好了 我就 第一个吧 帅 第二个 嗯 撞 这个算是优点吧 第三个 嗯 很越 他不是 第三个 很暖心吧 我之前也讲过 然后第四个 嗯 很为别人着想 这个跟暖心是差不多 然后第五个 第五个是什么 我现在想不到一些形容词 主要是 呃 就是我的朋友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哈哈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也可以给到我们下一个 要采访的艺人 一个任务或者是问题 我觉得每到这个房地 最难 之前有没有人出过那种 特别难的一个人 问题 还好 那么难的一个人 小任务 什么发生啊 什么都可以 然后说说 识问你的优点 哎 我跟易轩不少 哈哈哈哈 我想一想 诶 挺好的 好结果我们卡了 就会还你 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 你也想不到是 哈哈 我想一想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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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 要是让王嘉诚做这个 他很愿意 那用广东话 跟观众表白吧 那你先来一个 给他模仿一个 卡的 为什么 用广东话唱情歌 想了解更多我的资讯 请关注AdWords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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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